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1110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唉 张氏叹了一口气 上前轻轻地整理好审阔的衣巾 拉直抚平 过了今日就能有一张清凉伞了 也能堂堂正正的 到了明日 看谁还敢说你是人人 沈阔苦笑 纵有滔天权势 也难堵天下悠悠众口 但张氏的话还是把他给出动了 夫人放心 为夫明白 村众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宣德门外 韩刚惊诧地对沈阔教导 就连陈夕将其未起的昏暗 也掩饰不住沈阔脸上的狼狈 相公 沈阔拱了拱手苦笑着 今日是了 不论成败 沈阔都不想再来一次了 哈哈 放心 这一次就彻底解决了 韩刚哈哈笑道 丝毫不在意不远处的城门下 监察御史投来的视线 御史台那边的一众乌鸦 韩刚留着他们不过是因为没有妨碍 人畜无害罢了 有些时候还能派上些用场 真要开始咬人 自然是一棍子打死了事 一鸣鸣手中握有一票的众臣 陆续抵达宣德门下 有的上来问候韩刚 还有的则是自今的站在一旁 他们手上的选票 决定了审阔的命运 也决定了未来朝堂上的稳定 再过片刻城门一开 朝会也就要拉开序幕 为这件不算十分重要的事情 等待的太久了 韩刚已经迫不及待 赶在皇城城门开启前的一刻 称病多日的苏宋 匆匆赶到了 为了避暑而称病了多日 苏宋今日的精神状态很不错 韩刚看得心中一阵堵得慌 自从开战之后 梁府的事物陡然增多 自家这段时间累得瘦了一圈 苏宋倒是僵养的面色红润 人也胖了两分 苏宋走过来的时候 韩刚没好气地问 丞相安乐佛 苏宋回道 能者多劳 韩刚微微愣了一下 似乎有种既视感 好像以前有过这种对话 听说今天会有好戏看 苏宋低声笑问 韩刚颇有几分惊讶 苏宋开玩笑的时候可不多见 只有猴儿细看 子荣兄看不看呢 真不想看 苏宋沉默了一阵之后说道 台剑之中尽是慈悲 物等之过呀 御史之刃本与宰相无关 何况能如三摄人者 世间又有几人 当年苏宋正坐着中书舍人的时候 与同僚宋敏囚李大林 共同拒绝起草李定谦 任监察御史理刑的诏书 搅环瓷头 最后被天子一起霸去 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 也是旧党对抗新党的过程中的 一次巨大的挫败 尽管事后苏宋等三人 被旧党宣扬为三舍人 但旧党在中书中 势力又缩减了许多 苏宋扯了扯嘴角 韩刚这具马屁 拍得可是让他不舒服 事实证明 他们当初的争辩 完全是一个错误 给人当枪使了 而且三舍人是三舍人 御史则是御史 中书舍人能搅环瓷头 能驳回诏书 可以约束天子 而御史则是天子 克制全臣的戾气 否则监察御史的任命 就不会绕过梁府 不给宰相和书密使举荐权 两者根本不好类比 御史台三番两次 躺臂挡车 御坤你是不是厌了 苏宋转移话题 总得让人说话才是嘛 不让人当面说话 就会背后坏事了 两项比较 让人说上几句还是好些 真是胸有成竹了 非是韩刚有把握 有两条铁路为沈阔作保 螳螂也罢 乌鸦也罢 都挡不住撵过来的车轮呢 历史的车轮吗 苏宋惠心一笑 《九玉游记》中的词汇 虽多无典故 语出不惊 但如今当真是流传开了 时常能听到 有人嘴里蹦出一两个来 今日玉审们敢在文德殿上发难 只是认为王中正的寿命 是太后的表态 而太后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虽然苏宋也想知道 但他更清楚 审阔的位置是靠实打实的功绩做出来的 即使做不成载府 也照样是朝堂重臣 轨道工艺暂时还离不开他这个手手 而御史们若依然按照过去的惯例来行事 下场绝不会好到哪里去 号声响起 城门缓缓打开 新的一天终于开始了 韩刚扫了一眼城门洞前的几名御史 还有居于人后的御史中城书坛 对苏宋道 该进去了 该进去了 韩刚回首 冲依然紧张的沈阔点点头 与苏宋一同走进门中 贡源在文德殿的垫脚站定 握紧了手中的护板 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要掀翻韩刚 甚至阻击沈阔的就任 他也不是那么坚持 贡源只想要让太后和皇帝记住自己 而是要扩大自己的声明 在新党之中也能得到更好的认同 韩刚力挺沈阔就是一个错误 而以韩刚的性格 也为了自己的威望 在御史们的反对声中 只会一措到底 这可不是李南宫的三思史 是要铁路修造的主持者的人选 韩刚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 那位权相绝不会就此妥协 不论出于是功心还是私欲 打击沈阔这个韩刚 都是一本万利的一桩事 苏宋率领一众在文德殿上向天子和太后拜礼 一应的朝仪之后 朝堂中的气氛陡然绷紧了起来 太后的发话却让这个气氛为之稍缓 太皇太后于今病重 务当绰朝 为太皇太后祈福 从明日起绰朝五日 苏相公韩相公 请二位率诸位卿家 去大象国寺 为太皇太后祈福 说是绰朝 需要太后处理的药物 还是会按时送到她的前面 只是没有每天早上的繁文儒节 没有人出来反对 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而已 而且太后 更不是出于对太皇太后的孝心 无论是绰朝 还是群臣起伏 只是不得不如此走个行事罢了 但苏宋还是领头出来 赞美太后的一片纯笑 又与韩刚一起 接下了去大象国寺的任务 贡源屏住了呼吸 他对绰朝并不关心 下面就该是 众所期待的停推了吧 只要这一次能够成功 太后绰朝多少时间 都无关紧要 紧了紧手中的护板 将汗湿了的手掌擦了又擦 贡源越发的紧张起来 势到临头 这最后一步竟然如此难以出头 但当他的视线掠过对面的文臣 定格在沈阔的身上 他的身子终于停止了抖动 韩刚小小的挪了一下脚步 让自己的视野 能够囊括边角处的御史们 赞美过太后的孝心 群臣回到班列中 今日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就要开始了 御史台如果要发难 差不多是时候了 韩刚在御史台中没有怎么插手 他一向是认为做实事比动嘴皮子更重要 尽管御史台地位很关键 但他家带中的人 基本上都是在做事的差遣上 一个执思的地位高下并不是固定的 比如书密使 一开始只是天子尽臣之刃 如今却能与宰相分庭抗礼 又比如世中之名 原本是宰相之力 之后却又变成了与宰相掌握的外庭对立的内庭官职 再后来又已转变成了宰相之职 监察御史一直都是天子克制臣下的工具 立国以来这个工具一直都运作得很好 虽说渐渐的有了独立性 但在压制载辅这个基本用途上还是表现得十分出色 和变法以来 御史台掣肘太多 先帝赵须为了推行新法将御史台几番折腾 而新旧两党为了控制朝政打击政敌 也不约而同的去争夺御史台的空缺 经过了这些年的打压 御史台的素质预见下降 大半都是投机主义者 乌台在士林中培养出来的声望 也是这些年打着旋的往下落 无论是韩刚还是张纯 都不介意在这一过程中再推上一把 不过现在御史台免不了还要再挣扎一下 不仅仅是韩刚怎么在等待 张纯也在期待 下面的众臣朝臣也都在期待着 一场好戏或是某些人眼里的一场猴戏 瞪大眼睛迫不及待 一如包括一众载辅在内的朝臣们所预料 当停推开始 沈阔的名字成于陛下 岂能容其安坐于朝堂上 韩刚立刻成为殿中数百道视线关注的焦点 沈阔反倒没有收到多少的注意 纵有也只是一晃而过 谁都知道这一次的弹劾针对的到底是谁 韩刚没有动 只是表情上看是胸有成竹的模样 投向韩刚的目光立刻充满了疑惑 难道他不打算自己出头 而是安排了别人出来反驳 王居清 浦宗梦 还是状元郎 又或是别的韩党成员 那些弹章 恶不是都留中了吗 怎么还来说呀 一声呵斥 从大殿的正北方传来 带着浓浓的不满 让群臣心中心惊肉跳的 让贡猿脸色苍白 是太后在说话 陛下 贡猿颤声 一切听太后指示 这是一名忠臣应有的行为 太后既然表现对韩刚 窥见沈阔不满的意思 他们这些做臣子的 当然要附和太后的心意 但刚刚放走了王中正的太后 怎么会替沈阔抱不平呢 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原本预定要出场的御史 一个个停下了脚步查看风色 而殿中的群臣 则是在等待着他们中间 有人敢于出列抗辩 陛下 第二名御史出列 赫然是新晋御史扬卫 沈阔人人 虽小有才学 但人品实列 不足以为腐弊 且外又有船 韩相公将朱铁路归于一崖 与御精兵数万 护卫铁路 同长军政行明 有沈阔执掌 数万大军于外又有班职进尾于内 要害皆为宰府复心所长 太后 须防 昼夜生变 韩刚轻轻地扎了一下嘴 他的一番盘算 不过是稍稍露了一点口风 就这么快地传开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英雄所见略童 于是干脆编造出来 御史有风文奏事之权 到底是听说 还是故意编造出来攻击自己 韩刚并不清楚 但韩刚想做的事情 也是世间一众有心轨道的大族心中所想 另出一门 不论是找人疏通 还是插手实权 日后都方便许多 他可不在乎有人拿这事攻击自己 但太后会是什么反应 这么多年了 韩刚也无法确定 物厅人独屎 为什么明明有名将领 领军在外 却总是无法克敌制胜 国事就是给这等小人败坏的 难免的仗还没打完呢 就急着想要兔死狗喷了 别以为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看见王中正出去 就以为物要查办审扩 之前怎么不见几人说呀 却见太后勃然大怒 书坛 御史台中都是这等奸命 你是怎么管教的 两上两下的理定 已经不在御史忠诚的位置上了 现任的御史忠诚 书坛抗生道 不能为朝廷去贼 不能为太后变奸 臣时有过 沈阔低头看着护板 他知道 书坛这句话后 肯定有许多人的视线 在自己的身上打转 视线的主人 多半也都是在虚然下藏着讥讽的笑容 笑他贪婪 笑他不自量力 沈阔早料的这一回的停推必有波折 此前两次停推 韩刚都没有公开表态 世人都知道 他选不上 也就没有引来太多御史的关注 但这一回 因为轨道之功 韩刚出面支持 仿佛捅了马蜂窝 太后那边又有成见 派了王中正去寻查 更是火上浇油 这几天来 沈阔光是听说 上表参合自己的阎官 已经占去了总数的一多半 厚厚的檀章 在预案上堆得老高 太后会怎么看呢 没有了太后的选择 空有韩刚的支持 又能顶得了什么事 更别说现在的贡猿 杨卫 舒坦 一个个都出来了 看着阵势 是打算连停推 都不让自己参加呀 不过 方才太后 训斥杨卫 贡猿 让沈阔 心中多了几分期待 她悄悄 侧过脸来 用眼角的余光 观察着台币之上的动静 向太后的脸色 在听了舒坦的话后 更难看了两份 她冷眼看着舒坦 明着说反话 仿佛在斥责前面的贡猿 杨卫 实则 确实在攻击他人 类似的场面 她见得太多了 这些人 做了台剑官之后 仿佛就不会正正常常的说话了 总要拐弯抹角 实际上呢 还不是党同伐疑 好 那依忠诚的看法 朝堂中谁是奸命 苏相公 韩相公 还是张淑密啊 向太后的话中 分明满是怒意 殿中一片寂静 不闻一声 太后怒气勃发的回应 舒坦一人在殿中央 承受着 不见有丝毫慌乱 回陛下 御史台中 臣之鼠疗 多有此辈 出乎意料的回答 殿中一阵骚动 沈阔身子晃了一晃 抬起头来 呆然望着殿中的舒坦 贡员杨卫也都愣住了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说错词了吧 若不是身在狱前 必定会有人叫出声来 不是在批审阔 以及审阔背后的寒纲吗 为何舒坦会将炮口反身 对准御史台啊 李格飞也差点叫出声来 舒坦此言一出 分明是要将台剑上下清洗一遍 贡员杨卫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让张淳 都下定决心抛弃他们 这时候李格飞方才回想起来 在这两天御史台的骚动中 舒坦这位一台之长 似乎消失了踪迹一般 完全没有出面来控制局势 难道是陷阱吗 他望向斑列的最前方 站在他的位置 只能看见西班的反应 曾孝宽神色惊异 但旁边的张纯却是面无异色 仿佛一切的变化都在他的预料之内 他是什么时候与韩刚联手起来的 李格飞心中惊惧 若张纯与韩刚联合 之前还能利用两党之间的嫌隙 而勉强存身的救党结疑 这一下子在朝堂上 怕是没有立足之地了 但他立刻就醒悟过来 只是宰相之位上的争动 韩刚和张纯就不可能并肩携手 而且御史台的主力是新党 韩刚基本上没有插手台剑的任免 张纯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迎合韩刚 而自会手脚 感谢观看